用道的能 用功的心 产生了 那么这个时候 对前面所讲的 生灭心灭 持自然无功用道的心一生 这个对前面的生灭心灭来讲 这个无功用道 自然心生 仍然是生灭心 这个还是生灭心 真正的不生灭心是生 当体极空就是不生灭 当体极空就是不灭 生死 生灭 当下就是体空 所以生灭当体极空 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用比较的 要入仪 无功用道是不可能的 无功用道是绝对的心性流露出来的 生灭当体极空 就是不生不灭 所以你在生灭法以外 要找一个不生不灭 你永远找不到菩提 你要说我今天很烦恼 很烦恼 我要离开这个环境 去找另外一个没烦恼的地方 诸位 那个没有烦恼的地方 还是烦恼 只是稍微轻一点而已 没有办法减轻 彻底减轻痛苦 如果你在最烦恼的这个时刻 你懂得把执着放下 把烦恼放下 把分别心放下 把颠倒心放下 全美当体极空 心性自然就显 解脱的心就显现出来 而没有解脱的观念 好 看注解 手聚灭字 就是生灭心灭 这个生字就是菩提心生 此但生灭 意思就是说 还是一种生灭 此但生灭 这个还是一种生灭 以赴俱灭 这个生灭 怎么样 以赴俱灭 菩提心生 生灭心灭 这个仍然是心灭 现在把这两个 统统灭掉 静就是灭 而是蜈蚣用道 这个时候 也不可以做自然 蜈蚣用道之心生而想 不可做自然想 也不可以做 我很自然的进入 蜈蚣用道之心 想就是生 跑出这种观念来 若有自然 蜈蚣用道之心生 怎么样 一成对待 如是指上面这一句 如是指上面这一句 若如是有自然 蜈蚣用道之心 那么这很分明的 自然心生 很清楚的 很分明的 自然蜈蚣用道的心 产生 那么对比生灭心灭来说 就是这个自然蜈蚣用道的心 仍然是生灭之心 不是真正的蜈蚣用道 诸位 真正的蜈蚣用道 是绝对 不是对生灭 而跑出一个不生不灭 这是错误的 这是二分法 你等同说不是生灭的因言法 那么就是外道的自然无因 所以这个真正蜈蚣用道 是当体极空 了物生灭 当下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是真正蜈蚣用道 何以故 非绝对故 为什么 他不是绝对 所以什么是佛 绝对的自在 绝对的平等 绝对的解脱 绝对的智慧 佛什么通通绝对 绝对的慈悲 绝对的牺牲 没有任何的人所 就是佛的心心 才是真如自信 非绝对故 绝对才是佛 非绝对就是相待 此中道理 更绝难明 所以故底下 欲显知 那么这一段 看633页 中间这个今晚 时候再彻底贯穿一遍 你看看能不能体悟 第一个 灭身俱进 身灭心灭 这个灭 第一个灭字 身灭心灭 第二个身 菩提心身 这两个通通把它灭掉 俱进通通灭掉 此时 名为无功用道 但是 若还有 我自然 入于无功用道 这种观念 罗氏则非常清楚的 所谓的无功用道 自然无功用道的心 就产生了 那么对前面来讲的 身灭心灭来讲 这个自然无功用道的心 仍然落于身灭 因为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底下 五身灭者 看左边的经文 五身灭者 名为自然 犹如世间 诸相杂合 成一体者 名合合性 非合合者 称本然性 这些人要注意 很注意听 无身灭者 是指什么 这个身 就是菩提心身 灭 是指 身灭心灭 就菩提心身 也没有生灭的心灭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 灭身 俱进 当然这个不是指 本性的不生灭 就前面不是 灭身俱进吗 灭身俱进 在前面这一段 它把它引用四个字 来解决 灭身俱进 无功用道 若有自然 这一段 它用这个灭身俱进 往左边移 就是无身灭者 没有菩提心身 也没有生灭心灭 这个时候 灭身俱进的时候 不是本性的 真正不生灭 名为自然 如果你把它叫做 无功用道的自然之心 那么用二分法 那么你会很麻烦 就像世间人 把它分为 非因言 就是非自然 不是合合性 就是非合合性 就像世间 就是世间人 用二分法 怎么样 二分法呢 把诸相杂合 成一体者 一体者 把诸相杂合 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合在一体 叫做成一体者 名为合合性 因言叫做合合性 因言之合合性 怎么样 然后把非合合的 就称为本然性 本然就是我们 称为无功用道的本然性 而这个时候 诸认为这个时候 就是真心 所以这段 经文再念一遍 无生灭者 名为自然 犹如世间 诸相杂合 成一体者 明 合合性 非合合者 称本然性 再慢慢地解释一遍 无生灭者 就是 指前面的灭身俱进 没有菩提心身 还有生灭心灭的 那个时候 我们 成为 自然 无功用道的心 你如果用这样的称呼 注意 就会变成世间人 把它二分法 一个是合合因言性 一个是非合合的自然性 就变成这样分了 好 诸相杂合成一体 成一体 诸相杂合 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合成一体的 这个时候 我们称它 叫做因言 合合之性 就是合合的因言性 这个时候 只要有 诸相杂合成一体 这个时候 我们称为 因言的合合性 这个就是 二分法 里面的一种 合合性 好 我们 另外一种 如果不是 因言法 不是合合性 的时候 怎么样 非 这个时候 非合合性 二分法 非合合性 非因言法 的时候 我们称为 无功用道的 本然性 意思就是 此时 非合合 非因言言法 我们称为 本然 无功用道 这不生灭心性 这个时候 误认为 非合合的 非因言法 把它误认为 这个时候 就是真心 不知道说 这个 是从 因言的合合性 跟 非因言 就是 非合合的 因言性 非因言法 来分出来的 这个不是真心 因为它是 二分法 因为它是 二分法 一个是 分 因言的合合性 一个是 非合合 非合合就是 非因言 那就是所谓的 自然 那么 非因言法 就是所谓 非合合性 称为 本然 那么 我们称为 本然 就是 无功用道的 本然的 心性 所以 误认 这个时候 就是真心 误认为 这个时候 就是真心 所以 因言 是合合 把它当作是 旺 那么 非因言 就把它 误认为 这个时候 已经是真 以此 不生灭的真 把它当作 这是不生灭的真心 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 因言合合之性 是旺 我们把 非合合 成本然性 误认为 它是真心 误认为 它是真心 就是用 二分法 化开来 这一段 讲义 跟义冠 是完全不同 切入点 好 看小字的 此 以显 自然 这个用 比意来显 这个 自然性 也就是 生灭之理 意思 仍然是 不离生灭 守恶 即跌上 无生灭者 此跌 灭身 俱进 名为 自然 此跌 无功用道 无功用道 以下 比自然 也非真 就像 世间 诸相 杂合 药丸 药丙 之类的 成一体的 一体者 名叫做 合合性 彼生灭 因言 对此 合合 谁将 非合合者 称 本然性 把 合合 称为 旺 把非合合 误认为 是真 叫做 称本然性 亦不生命 是真 其真 乃是对 望 所立之真 意思就是说 这个非合合 是对合合 所立的 知道吗 非合合的真 是对合合 所立的 望 非合合的真 是对合合 所立的 望 知道吗 望 这个时候 要显出真了 此真 乃是对望 所立的真 那么 对立的 就不是 真正的真心 非真 菩提心 如笑文 即云 言望显著真 说望 是为了显真 如果你还 执着一个真 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在这里 特别连真心 都要浅 才是真 望心 真心 同二望 这个就是 让大家 进入 绝对的真 意思就是 这个真心 不是对望心 来讲的 是望 当体 即空 就是真 并没有 并不可以说 望 另外 跑出 立一个真心 望 跟真 来对立 这个绝对 不是真 这个真心 如果是由 望心 衬托出来的 这个真心 仍然是望 所以 言 望心 是为了 显种种的真心 如果你误认为 有一种真心 离开望心 而立一个真心 那么望心 跟真心 统统叫做望 意思就是 真心是绝对的存在 是只无真可立 将一立真 以非真 真如之性 以非真 不是真正的真如之性 本然 非然 何何 非何 何然 距离 离何 距非 此距 方明 无信路的法 这句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讲到 真正的 不生 不灭的 菩提真心 那么 无论是 本然 非本然 非然就是 非本然 要放下 何何 就是指 因言 非何何 也要放下 本然 非本然 何何 非何何 通通要放下 何然 距离 这个何 是指 上面 指 何何 非何何 然 是指 本然 非本然 这两个字 是包括的很广 何 是指 上面的何何 非何何 然 是指 上面的 本然非本然 距离 通通要前 通通要放下 离何 俱非 底下这个何字 很重要 这个何 不是何 是吉的意思 就是离 跟吉 通通非 就叫做 遮罩 同时 这个离字 包括 前面 全部包括